大家好好久不见 今天我们上一款新的作品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Blender Show 这是在Blender平台下的一个 灯光模拟插件 可以通过 Alert网络然后使用空台来连接 我目前使用的是一个 M1的一个 NBC的一个电脑 控制台 嗯目前 我们 支持的一些功能 那么现在想大概来过一遍 嗯空台通道这块 你可以看到这个 第一个电脑是肯定不用锁的 然后 我们 也支持这个精度调节 就三个精度 放然后 按键 嗯 第二个的话是 没得洗 这个我目前是 一个 这个 一个这个 科学要接管的状态 然后 第三个是 哥本 这哥本的话 目前就是简单的一个支持 光束分叉 还不支持这个光板 嗯可以 来一些分叉效果 四个 然后 两色的话是这样的 比如类似的一个色盘 那是支持的 然后这个色的一个专盘 目前还不支持 这个 两色盘 两色盘的专盘 然后这是一个 这个RGB通道的一个混合 他这个通道一番条条件 然后这是个这个PIMO 现在我们 就是一个 雾画 可以使用雾画 这雾画也是带动画的 就是 那是移动的状态 然后他就支持一个 平散 我们想把雾画关键一看 平散 看一下这里 那是绝对值得一个调节 就是 最小的最大的 先把它停下来 你现在可能看不出来 那一个 一样的一个卖程 卖程的一个触关 然后卖成了一个手关 这个手关的话因为数据的快了 看着跟这个 你长得一样的效果 还有一个 手关 手关效果 这个平显的话是 这个插件类似的 就是没有依照这个 然后灯光本身的一个 运载系统 然后还有 出现这个 这个kos 然后这个注目条件 这我们的一个大小 然后还有一个 清晰度 因为是模拟的灯光 所以会有这个调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率 因为这个录屏软件打开了 所以占有了大概20%的CPU 如果不录屏的话 我这里CPU使用的当然是20多的样子 然后我的电脑是一个 七八年前的一个配置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性能 性能就快 应该的亚瑟 然后跟亚瑟混合一下 就是把通道 把通道拉满 然后同时同时调整里面的一些参数 然后 我们可以让我们再次进行 我们再次进行 我们再次进行 是否有技术没怎么动 我把所有的通道也要加载进去 把这个无法也打打一下 那就是清晰度 至于这里录屏软件占用了百分之大概30 大30的样子 那目前被这个队下接管了 这个颜色 想灌给一下 我可以看到这个 那个 很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这个空台这块目前支持的这些通道功能 大概讲完了 然后关于灯关这个 类型的支持 我们是这样子 因为通灯关的最根本还是通道 我们了解通道之后就大概知道支持哪些灯关 理论上我们是支持所有灯关的 就是说我们 我们是使用一个 GDTF的一个 工业标准的一个格式 我们 直接从这个GDTF里面的文件格式里面解析 解析里面的所有的一个轮道信号 就是这里面的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解析出来的这个配置是跟这个 空台里面的是一一对应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标准文件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这个 分的这个模拟插件里面想说 就是什么样子 除了目前不支持的一些通道 就是说这个胳膊 就胳膊因为 目前不能得不支持这个灯关节点 所以 现在我也没办法 如果不能得如果以后支持了 我会马上更新 用光这个 所有的 灯库可以自己直接 然后 这 灯关厂家里面找到这个GDTF的格式 然后可以直接导入 导入然后有弹模型的 我们可以导入模型 然后没有模型的 我们会类似的一些 居民的模型 目前 这这都是在网上下的一些灯库 这个灯库里面 以后我会慢慢的 很记得单独来讲 我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材件模拟材件是支持所有 市面上的一个灯关的 只要这个灯关他有这个 要准备这个GDTF的一个 文件发布出来 嗯 一般他们都会发布吧 因为他们要不要灯关 然后大家跟别人使用 然后第二个 再讲的一点就是阿拉特信号 这个阿拉特信号我们 目前支持100 128路的一个 的 的 这个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然后后续我会再开发支持这个 s n s a c n 这个信号网络 这两个目前是主流而且s a c n 这个通道利用率更加高一点 但是这个a light 这个灯光的 涵盖范围应该是更短一些 因为他就是啊 在最初开发的吧 灯库 然后网络网络配置这块以后也会分期的讲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灯光的一个手动调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手动调节的一些 啊 我们可以手动如果要做主 我不用做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也可以手动调节它 我们先把灯库打开 然后在你手动调节 啊 也可以 也可以拨选 多选控制 我可以多选择后的方式打开 我们先控制 然后颜色也可以同时调节 这个对 如果是最 这个出效的情况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现在因为是编程 所以实现很多东西 以前那个 五美套件是使用 几个节点的话 就是 就是灵活度比较 没那么大了 如果说做惊态图 这个可以很简单 啊 手动调节 然后可以调一下灯光的长度 这是目前支持的一些 功能 也是刚才讲的 暗卖空间里面的一个 支持的一些通道 然后 地址 地址分配这块也比较简单 这个地址 地址码的这个分配 在我们看里是25路的 25路然后 不然叠加 我们相同调为1的话 就是默认的话是1 那我们直接点一下自动挣扎 可以自动 可以它的通道 然后又分成一个地址码 这个细节以后慢慢的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位置的一个排序 看一下 这里面的一些可能这对齐这是分布 降局调节 然后这里是环形调节 你看一下这个环形 你这样就是存在完成 然后还有排序 我们对于直接安排 然后这个 环形分布 可以分布到三个面 然后还有对齐 这是一些 环形等管控制这块的 位置 然后第四个 我所指的功能是一个 就是一个录屏 我们可以把这个 控制 显示出来的 效果 把它录下来 你先开始看一下 想能够录一段 我们这里还没开始录 就是仰设 打开 你先关闭一下 这里后面有一个按钮是 你的code 你的code 就是然后录制 然后我们先开始录制 看没 这里开始录制 都没有开始录制 然后我们再去调节它 然后再去调节 然后它现在是正在录的过程中 请教授 上路啊 我们可以直接开始播放 我们给我们的播放 然后现在就使用 内部的这个录制的数据 在驱动这个灯光的一个 运动 而不是使用这个 alert 信号 我们可以把 啊 关闭一下 看一下知道吧 把这个关闭 然后这个人还在运动 我们也可以按一下坑白这样暂停 然后讲这里的话是一个循环播放 这个不断的循环播放 这对我们聚雅是自己的一个 作品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 不知道这个可以 录制然后这里可以录制 不断的录制录制很多段 然后双击一下就从 然后这里是删除 删除然后一个确认多少款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录制完之后 我们要渲染渲染 渲染出一个 视频 视频文章 我们可以直接点这里渲染 渲染的话他会 就是当真渲染的话他会 以前就是渲染的会被点卡 所以我们需要等他渲染完 那你 等到播放他会渲染完之后 你会停下来 原来然后你就可以直接 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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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你不过分他的 渲染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时候一个测试 就是我数量灯关测试 以前渲染的 等一下那两张因为太太少了 看不到 那你等你渲染出来的文件在 在这里面你才会 渲染夺去这个路径 然后乘在这里面 你看一下 打开那个 然后是一个图片序列 你可以把图片序列 就是 就是我们刚才的 他就在那边一阵 然后这个怎么使用 具体使用 我我到时候也大多录 教学视频 嗯 所有的 有的功能都演示完了 然后 你先到这里 视频下方有 购买地址 啊 欢迎 大家购买 也谢谢大家的 呃支持 好拜拜